上星期講到從1976年到2024年 中共黨內民主派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面 從強大到色微發生了極大的衰變 今個星期就跟大家討論黨內民主派色微的根本原因 中共黨內民主派從強大轉向色微 六四鎮壓是一個重大折點 1989年6月4日 鄧小平用坦克和達武彈血腥鎮壓左手無串鐵的學生和市民 之後又用抓捕、降職、判營和流放等手段 大規模削弱了黨內民主派的力量 黨內高層民主派因為六四鎮壓而受到重創 趙紫陽被霸卻、被軟禁 胡啟納被剝奪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瑞幸文被剝奪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 鮑彤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並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 統戰部長閻明復被連綱三級 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智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被批判被撤職、全國總工會第一書記朱厚澤被免職等等 中共黨內民主派幾乎全盤皆輸 從那時起歷屆中共領導人從江澤民到習近平 都將抑制黨內民主派當作首要任務 他們必須確保黨內不再有護照 不再有佔主導地位的黨內民主派 事實上黨內保守派有時是反民主派 六四之後在最高決策和人事安排方面始終佔據優勢 而黨內民主派再都沒有機會恢復曾經有過的地位 江澤民時代曾經發生過一些變化 例如容忍黨內對敏感問題相對寬鬆的討論 但是保守的趨勢不變 江澤民在處理法輪功問題和福州繼委副主任方角的問題上 都露出僧靈的反民主嘴念 然而據蔡霞教授觀察和研究 中共在二千年前後曾經有過民主轉型的機會 當時的江澤民差點就走向民主社會主義 但是最終被黨內保守勢力阻擋 這一點就值得進一步研究 到了胡錦濤時代 黨內保守勢力堅持不走老路不走邪路 不搞三權分立導致嚴重的民主停滯 不僅如此 胡錦濤整肅黨內民主派比江澤民更狠 他對朱厚澤的常人政治主張極為不滿 利用整肅改革派學者曹思源主持青島修憲論壇之際 說朱厚澤是黑後台 連發三份中共文件點名批評他 同時監控曹思源長達半年之久 顯然無論是在江時代還是胡時代 黨的第一把手和保守勢力一起 共同佔據黨內的主導地位 而主張民主或者傾向於民主的黨內力量 就始終處於劣勢 但是在江胡時代 黨內民主派雖然選兵折障 黨內仍然有人發出震聾發繪的呼籲民主的聲音 朱厚澤、謝韜、李慎之就是這樣的代表人物 他們尚有話語權 尚可以出書 尚有輿論陣地 朱厚澤被稱作黨內民主派的靈魂人物 他認為中共革命造就的紅色極權體制 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政道 據馮順義的文章 朱厚澤曾經私下表示 這個黨是無法救的 這個黨已經腐朽沒落 謝韜就問 說這個政府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權 保障憲法專言方面形同虛設 絲毫起不了作用 難道不符合事實嗎? 李慎之在1999年發表的《風雨蒼黃50年》這篇紅文中 直指鄧小平鎮壓六四是無可饒恕的罪過 江澤民時代盛低的只有謊言 他希望中國和平演變 呼籲開放黨禁、報禁等等 習近平上台以後 對黨內民主派的摧殘之殘酷 更甚於六四鄧小平對民主派的大規模剪除和迫害 習近平親自主導、親自操作 要使處於劣勢的黨內民主派進一步衰減 甚至要連窩端 與江湖相比 習近平不單要確保黨內不再出現護照 還要對民主派斬草除根 因此習近平一上台就是從反黨內民主派開始 他用了這樣幾個手段 第一 用組織手段大規模清洗、削弱 乃至剷除黨內民主派 或者對他有意義的反對派 包括徹底剷除江派和團派的人馬 第二 他親自掌控人事變動 在二十大上公然將政治局常委 全部換成自己的親信 還任命他信任的國安官員 軍隊指揮官、理論家、工程師等等進入政治局 第三 他上台之後無奈 就摧毀了黨內民主派的輿論陣地 例如嚴皇春秋 第四 以中央警衛局和其他監控手段管控黨內高層 第五 用極為殘酷的手段嚴懲黨內民主派 包括取消他們的退休待遇 或者判處無期徒刑 甚至死刑等 然而 在空前嚴酷的政治環境下 黨內仍然有呼籲民主的聲音 橫空出世 以上是美譜的評論 下星期美譜會繼續和大家探討中共黨內民主派的發展 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我是胡瑞南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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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